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匆匆离去 着实让这儒生感到疑惑 眼镜前面有个小面馆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正在上门板准备打样 这儒生急忙赶了几步 来到店前 对老者躬身坐一道 敢问老丈 周大福 周宅所在何处 那老者忽听有人问话 慢慢抬起头 将他上下打量一番 方才对他道 老朽看 客观您满面风尘 想必是从外地来的 却不知找周家有何事 这儒生听吧 心中不由有些奇怪 想着我找周家与你何事 可听着老者发问也不好不答 于是便回道 在下是他的远方亲戚 入京此地 特来探望 还望老丈指点 老者双眉紧促 将他看了片刻 对他道 言此前行术百步 只拐角处又拐 见到门口挂白灯笼的大院急事 儒生听罢又喜又疑 喜的是 终于知道周宅地址 疑的却是 此时接近年关 家家接挂红灯 哪有挂白色灯笼的 他急忙向老者拱手致谢 转身便于离开 呼听的老者在身后喃喃自语道 雄在闹事无人问 负在深山有远亲 可这个亲只怕不好投啊 儒生闻听心中大奇 正欲张口向寻 却见老者已转身回到殿中 将殿门紧紧关闭起来 好在他已知周福所在 当下便寻着老者之言 前行又怪 不多时 见路旁一座大庄园 气派甚是不小 只是庄园门前 果真挂着两盏白灯笼 那儒生心中不及多想 急忙将马拴好 上前拉住门环 倾扣树下 随即 便有一位白衣家丁 将门打开 儒生不待他多问 便对他道 凡老您通报主家一声 就说 后海里道光求见 那家丁将他上下打量一番 便转身进去了 片刻 急见一个中年矮胖男子走了出来 正是周大夫 两人寒暄一番 李道光才知道 是周大夫的四姨太去世了 周大夫一共娶了六方姨太太 这第四方姨太 算来还不足三十 怎么年纪轻轻的 就忽然染疾身亡了呢 相知此处 他不禁问道 不知四嫂所得何疾 周大夫听罢 脸色呼一变 瞬间又恢复正常 摇摇手勉强道 哎 此事说来话长 为兄也不想再提 免得伤心 李道光见他满面欺容 他问下去 又挑起他心事 当即点点头 也不再多言 坐下便吃了起来 他赶了一天的路 腹中早已鸡肠鹿鹿 何况 这周家的厨子 也非同寻常 虽都是素菜 却样样精致可口 因此 风卷残云 狼吞狐咽 不消片刻 便以一扫耳光 周大夫带他吃完 又命人 将他带至一间 亲近客房歇息 李道光早已疲惫不堪 匆匆洗了把脸 到头就睡 不一会便入了梦乡 不想 睡至半夜 正迷糊间 他忽听一阵奇怪的声音 将他惊醒 仔细听去 似乎有人在房中低声嗓气 李道光心中一惊 当即便将双眼睁开 却见一片冷清月光 从窗外透进 房中并无半分人影 他竖起双耳仔细聆听 可房中 除了自己的呼吸声外 一片静谧 没有一丝声响 回想起来 那嗓气声 却像是余音未了 让他不寒而立 李道光经一片刻 以为自己在做梦罢了 翻个身便于幼睡 不料 双眼刚刚闭上 那声音居然又来了 这次听来 却更像是一个重病垂危之人 身吟不绝 李道光大惊失色 一翻身便从背中做起 吓得窗来 四处探看 想看看这声音 究竟是来自何处 不想 带走至墙边一听 不由地浑身颤抖 面色煞白 那声音 分明却是从墙壁中发出一般 李道光瞬间只觉冷汗直冒 脊背发凉 盯着墙壁慢慢转身 一个剑步便跳上了床 用被子将头蒙起 躲在里面 浑身哆嗦不停 耳听的那声音 忽远忽近 虚无缥缈 乌乌叶叶 不绝于耳 他只恨不得 将双耳堵上 免受着煎熬 恍惚间 又觉得黑暗中 似乎有一双眼睛 正紧紧盯着他 让他逐渐觉得透不过气来 可却不敢睁开双眼 唯恐见到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如此不知熬了多久 外面的怪声越来越小 终于慢慢听不见了 四周又归于一片禁忌 李道光心中这才松了一口气 战战兢兢 将头从被子里钻出 将双眼睁开一条缝 想要窥视一番 不料一睁眼 就见头顶一双赤红的血眼 正紧盯着自己 框中一对黑色的铜人 极为细小 更显得这双赤眼 有说不出来的邪恶和恐怖 李道光不由地大叫一声 将被子一掀 便从床上直直坐起 双眼迟迟瞪向上方 就见头顶梁上 红光一闪 瞬间即消失不见了 李道光汗头衣裳 浑身颤抖 坐在床上也不敢再睡 一直挨到天光放亮 才算缓过神来 匆匆穿好衣裤 便让仆人 带他去见周大福 想将昨晚之事告诉他 周大福一见李道光便惊问道 贤弟 为何你面色如此难看 莫非昨晚没有休息好 李道光惊魂未定 结结巴巴的 便将昨晚之事如实告知 周大福听罢 面色不由为之一变 皱起眉 沉吟片刻 喃喃自语道 居然还有此事 随即道 不妨 贤弟稍作片刻 为兄去去就来 说吧 又转身进了堂中 李道光莫名其妙 不知他到底要做什么 只好仍在原地等候 不多时 又见周大福出来 满面笑容对他道 我刚才进去 请尚先沾了一挂 挂向大吉 贤弟这次 恐是遇见正仙了 日后大富大贵 指日可待 李道光闻听此言 只一头雾水 问他道 哪里来的大仙 周大福正色道 此乃我家镇宅 护家上仙 贤弟自是不知 贤弟在我这 多住些时候 也能多沾点仙气 为兄还要处理丧事 恕我不能多赔了 李道光经昨夜之事 心中实在有些忐忑 觉得出去转转也不错 于是便答应了 他信不由将 不知不觉间 又来到昨晚问路的 小面馆外 抬眼看去 那老者正在里面 擦着骂凳 李道光想起 昨日他那番言语 心中不由一动 便进了店中 找了张桌子坐下了 那老者见有客人来了 急忙上前招呼 带一件事李道光 不由一愣 随即笑道 客官可找到周府了 李道光拱手道 正是多亏老丈指点 今日专来道谢 随即摸出 几两散碎银子放在桌上道 这是在下的一些谢意 还望老丈收下 老者呵呵一笑 急忙摇手谢道 举手之牢 何足挂齿 李道光执意不肯 非要让老者收下 老者推辞不过 只好收了 李道光这才问道 在下有一事不明 还请老丈不吝赐教 老者道 客官尽管说 小老儿当言无不尽 李道光道 昨日临别之计 老丈所言投亲不义 不知究竟何义 老者听罢 当即怜起笑容 愁愁再三 方道 客官相问 小老儿也不敢不说 客官可知 昨日你先前所问之人 为何纷纷都说不知 李道光满面疑惑 摇了摇头 老者接着道 客官 昨晚在周府可见丧事 李道光点点头道 正是 我四嫂前几日不幸病故了 老者道探口气道 实不相瞒 这已是周府 今年第六起丧事了 满城都说 他家邪得厉害 李道光满面惊骇 半想 问道 此话怎讲 老者道 若是年老体弱者病死 或是意外而亡 倒也不奇怪 可奇怪的是 这六人 有男有女 有主有仆 岁数皆不过三十 况且 平日身强体壮 却往往都在一夜暴亡 这就奇怪了 李道光面色煞白 男男道 还有此事 又问老者道 如此怪事却不正常 只是官府没有去验尸吗 老者道 死者家属都心存疑虑 岂有不厌之理 只是 每具尸体 除了面色灰暗之外 并无可疑之处 因此 也查找不出什么可疑的 李道光低头半想道 此事当真有些怪异 老者忽凑尽小声道 小老儿见客官是个厚道人 所以有一言相劝 速速离开周家 以免惹祸上身 而且 小老儿还听人说 这周家有要挟 李道光双眉扬起道 此乃何人所说 老者道 前些日子 明月灌的灌主 天旋到长道小殿的时候 小老儿偶然听他说起过 他说 周家必有要挟 可小老儿想要细问 他却摇头不语 只言不可说 后来这话传出去 保定府知道此事的人 便离周家的人远远的 唯恐沾上邪气 给自家带灾 李道光听把沉吟片刻 向老者探听到明月灌的所在 便慈谢老者 孤身前忙 出城门三里 果见路旁 有座不起眼的小道灌 门上用黑漆 梳着三个大字 明月灌 李道光静止而入 却见三清殿上 坐着一个四巡上下的 黑衣老道 正在打坐 旁边还站着一个 十来岁的小道童 李道光估摸着 这道人即是天玄道长 当即恭身坐礼 那打坐的道人 闻听人声 双眼一张 目光炯炯 向他上下打量一番 微笑道 小郎君好好地服气 李道光一愣道 道长过奖了 在下此番前来 专为兄长周大福之事 天玄道长缓缓道 你的来意 我已知晓 周福有妖怪 只是 是上位父者 往往不仁 故天道当有此节 此也是定数 况且 我念这妖物修行不易 时不欲多生杀孽 你还是回去吧 你前世曾经救人于水火 过此事 福音深厚 当不在此列 李道光一听 周福果然有妖 即向天玄道 不知这妖物究竟是何物 道长可有降妖之术 天玄淡淡道 不可说 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 李道光心中焦急 大声道 至亲骨肉 焉有见死不救之理 还望道长元首 救我兄长一家 说必 扑通一声 便跪在天玄面前 天玄不再说话 过了许久 才一声叹气地说 小郎君倒是个 至亲之人 也罢 看在你的面上 我就破例 随你走一趟 知空你那兄长 尚在梦中 不知醒悟 李道光文言大喜 只是心中也有些疑惑 为何保定府 人人皆知周家有妖 兄长自己却不知 莫非真被妖物迷失了 心窍不成 只是此刻无极细想 口中不住道谢 却听天玄转头 向小道童吩咐道 将托天波及震腰剑带上 这就随为失去周府 小道童恭恭敬敬应了一声 便去了后院 不多时 急见他拿了一个硕大的黑色包裹出来 三人一起向周府而去 不多时 三人便来到周府门口 远远便见一人站在门前 带走近一看 居然是周大夫 只是他此刻 面色铁青 一言不发 李道光心中诧异 正带发话 却见周大夫挥一挥手 随即 从门内涌出十多个家丁来 一字排开站在门口 那架势 似乎是要将他们拒之门外 周大夫看着李道光 缓缓道 贤弟 我好心待你 你却为何却如此对我 李道光闻言大惊 急忙道 兄长好端端地 何出此言 周大夫指着李道光身后的 天玄大声道 这妖道 不是你引来害我的吗 那天玄闻听此言 却面无表情 不发一言 李道光陪笑道 兄长 如此说来 可冤枉小弟了 这道掌 是小弟专程请来给兄长 府邸消灾的 周大夫双目道书贺道 休得胡说 我这府邸有何灾患 李道光上前两步小声道 昨晚的怪事 我已告诉兄长 可兄长却不以为意 反而说是急诏 小弟心中 却着实有些不安 后来在街上 偶然听人说起 兄长府邸 这一年来 已经顾去六人 况且 各个皆是死状怪异 这些事情 莫非兄长不觉诡异 这位天玄道长 正是小弟请来 替兄长消灾的 兄长不妨先让他进去看看 再说 若是无怪异之处 岂不更好 周大夫道 哪个人闲来多嘴 胡说八道 人之生死皆有定命 这六人 不过是福禄享尽 寿中正寝罢了 寻常人家 哪家不死人 不过是我周家 家大业大 人口众多 赶巧而已 你可休要听这些流言蜚语 李道光正在上前劝说 却听身后天玄道长走上前来 做了个一道 周老爷多虑了 贫道来此 特为拜见上先 还请周老爷给个方便 周大夫闻听此言 不由面色大变 一双小眼 盯着天玄低流乱转 半想方道 你这老道 怎知我府中有户宅上先 天玄微微一笑道 贫道自然之道 周大夫将脸一板道 不成 上先方才已明示我 有个妖道要来我府中 想必 他所说的妖道就是你 万万不能放你进去 天玄摇摇头自语道 此即所谓执迷不悟啊 李道光见状在旁打击 眼见仲家丁站在身后 面上巨视疑惑之色 当即对他们道 你们难道也不知 大祸即在眼前吗 那十余家丁本就对周府之事 心存一句 眼瞅着不到一年时间 连主带谱死了六个 又听外人道 府中有妖 可却又不敢跑 所以每天都是心存忐忑 战战兢兢 唯恐哪天就轮到自己 此刻 见李道光带着天玄来周府 心中本就有些欣喜 可周大夫 却命他们站在门口 阻拦李道光和天玄 着实是不情不愿 此刻一听 都觉李道光所言 十分有理 却是巴不得想放他们进去 可是忤逆主人又是大罪 一时间左右为难 愁愁万分 僵持片刻之后 天玄上前摇摇头道 病入高荒 尚能依旧否 说吧 随手一指 周大夫只觉一阵天玄低转 双目一闭 就此人事不知 李道光见状大惊 天玄却转头对他笑道 不妨是送他去房间 睡两个时辰便好 李道光急忙对众家丁道 快送周老爷回房中休息 带家丁们手忙脚乱的 将周大夫抬进房中 天玄这才对李道光道 你快带平道去昨晚你住的房间 当下 李道光在前带路 天玄随后紧跟 很快便到了那房间门口 李道光伸手轻轻推开房门 只见房中摆放 结合昨日一样 并无半分异常 天玄进的门内四处打亮一番 转头问道 你昨晚所听之声可在房内 李道光道 正是 那声音像是这墙中所出 他手指东墙 想起昨晚之事 心中仍是后怕不已 天玄走至墙前 将手贴在墙上 闭起双眼 步伐一眼 李道光也不敢说话 片刻方见天玄睁开双眼道 果然如此 李道光小心翼翼地问道 道长 这墙中可有古怪 天玄并不回答 转身对门外道 将我托天波拿来 门外等候的小道童 随声将包裹打开 只见里面 有一个黑漆漆的小波 花纹古朴毫不起眼 不知是哪年哪代的古物 除此之外 还有一把青色的小剑 剑销也是破旧不堪 天玄接过小波 对道童道 你修为上不够 暂且在门外等候 小道童恭恭敬敬地转身而出 李道光正待随小道童一起出去 却听天玄道 先生暂且先留下 以助老道以臂之力 李道光心中大奇 问道 在下只是一介书生 既无修行法术 也非方外之人 如何能相助道长 天玄笑道 此物修为多年 有些本事 老道欲要降服他 还有些费力 您头顶灵光三尺 福音深厚 且有神灵护佑 他不敢亲你 正有事半功倍之效 李道光文听将信将疑 可是事已至此 也不能推脱 虽心中忐忑不安 也只能留了下来 天玄又从袖中摸出一张黄符 贴在东面墙上 自己盘起面墙而坐 回头失忆 让李道光与他并肩坐下 对他道 你将拖天波放在手掌上 待会 无论所见何状 皆不要怕 有老道在 并保你无恙 李道光心中惶恐 连忙一言 将拖天波举起 天玄也不再多言 闭目念起咒来 说来奇怪 这咒还未念数句 忽听面前墙壁中 传来一阵咔啦咔啦 吱声不绝 与此同时 还伴着若有若无的声音声 如同李道光前晚所听一样 李道光心中大害 急忙向前面墙壁看去 只见墙中 忽有一处向外慢慢捧起 似有物正不断撞击 眼见得墙皮掉的到处都是 那天玄却只管念咒 对眼前的一切恍若不知 李道光正惊骇间 又听轰隆树声 原来是墙壁上 被撑开了一个碗口大小的坡洞 洞中伸出一只白森森的手掌来 这手掌只有骨头 没有血肉 直接修长 白得渗人 李道光见此情景 惊得差点叫了出来 蓬蓬之声不绝 且越来越响 墙上的裂纹也随之增多 洞口附近的砖块更是摇摇欲坠 似乎那墙中之物 马上要破墙而出 他这一颗心也提到了咽喉上 坐在地上止不住大口喘气 脑中一片混沌 实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 忽见天玄伸出三指向自己掌中 托天波花的书下 那波中忽然出现了一个鸡蛋般大小的火球 烈焰腾腾光 滑耀眼 李道光虽觉得那火球在自己掌中 却感觉不到烫手 心中不由暗暗撑起 还未来得及细看 又听轰隆之声大作 面前墙壁上已破开一个大洞 洞中居然跳出一个骷髅来 全身骨架雪白 唯独眼窝出两团赤红 目光森森盯着自己 说不出的猙獰可怕 那骷髅出的墙来 一跃而上便欲扑上来 眼见那双利爪堪堪其身 可走至近前却又像被烫到一般 急忙缩了回去 如实者再三 始终不敢近前 只围着二人不住打转 将李道光下的胆战心惊 已视额头汗如雨下 天旋双目紧闭 口中越念越急 呼低差一声 只见那波中火球 呼得腾起越有一尺高 明亮耀眼 让人不能逼时 李道光刚将头低下 却听轰的一声满是血量 随即便见那骷髅倒了下去 一动不动 而那火球也不知去了何处 天旋从地下一跃而起 抢过李道光手中支波 一把将其倒扣在骷髅头上 转头对李道光道 他的元神被我定住了 快带我去堂上供奉之处 李道光满脸迷惘 尚未回过神来 见天旋面带喜色 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急忙从地下站起道 随我来 说着便打开房门 叫来仆人 带着两人向大堂走去 两人来至堂上 却见大堂旁边的 一间厢房门口 挂着条红色布帘 李道光挑开布帘闯了进去 发现正对面 是一张供桌 桌上供着一个神牌 牌位上书写着七个大字 镇宅虎家上仙之位 天旋站在身后 指着神牌对他道 灭门之祸皆由此而生 说吧 掌中一番 赫然是那把镇腰短剑 向梁上一挥手 却见一道清光 视若奔雷 即如闪电直 奔而上 随即便见一物 从梁上坠落 掉在李道光脚下 李道光定睛一看 不由阿的大叫一声 向后推了树步 一个亮枪险些摔倒 原来 此物居然是条 身长一尺鱼的血色赤蛇 浑身鲜血淋漓 四手重伤 扭着脑袋 用一双赤红小眼盯着二人 目中 愿毒之意肾浓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天玄指着那条蛇道 周家的上仙 即是这条吃蛇 此物生性狠毒 关于西石生人精血 人若被其所害 其骸骨 往往被其利用 作为西石其余人精血的工具 往往事半而功倍 如此恶性循环 害人无数 周家六人死因皆如此 如若老道所料不错 除了刚才那具骸骨 其余的已不在关中 而在别的房屋墙中 李道光听罢 不由道吸一口凉气 急忙向天玄作一道 还请道长除恶无尽 救我兄长全家于水火 天玄笑道 无须先生多言 待我将这妖孽除了 这就随去将鱼下的骸骨拔出 说吧 用手中小剑 向赤蛇一指 那舌头呼落了下来 半截身子在地下扭动几下 再也不动了 天玄道 你带几个家丁 拿上锄头随我来 李道光出去吩咐一声 带着几个家丁 拿着家驶随天玄来到院中 天玄四处望望边走边看 不多时便指出四间房屋 命家丁将东墙挖开 李道光心有余悸 害怕会有骷髅商人 天玄笑道 无需担心 骷髅本是傀儡 元凶祭 便是无害 应早日重新入关安葬才是 家丁一言将各墙打破 果然起出四具骇骨 待这一切完毕 周大福已然醒来 正在床上发怒谩骂 李道光已赶至房中 将方才之事原原本本告知了他 周大福仍是不信 李道光无奈之下 只好命家仆 将那赤蛇的尸体拿来 周大福一见之下 脸色煞白 半想无语 李道光便问他这上仙的来历 周大福道 正月里 一日午间 他正在房中歇息 护庭梁上响动不觉 睁眼一看 居然有一只蛇盘在梁上 正冲着他摆头吐信 他心中大惊 本想叫人将其赶走 可忽然听到 有人声从梁上发出 道我本是你 宅中护家上仙 你家能有今日荣华富贵 全靠我多年护佑 今日酒醉 偶露真身被你看见 你这肉眼凡胎不识真仙 莫非还想赶我不成 周大福心中打惊 一时半信半疑 急忙翻身下床 焚香祷告起来 那赤蛇在梁上摇头摆尾 将他盯了片刻 呼红光一闪便不见了 周大福在床上惊叹良久 也未对任何人说起此事 待晚上睡觉之时 他又做了一个怪梦 梦中一个红衣男子自称 是周家的护家大仙 说 若是听他所言 定让周大福家业兴旺 财源滚滚 随之告诉他 何日不匹要涨价 让他提早囤积 梦醒之后 周大福大敢怪异 便一言囤积了一批货物 到了大仙所说那日 果然不匹价格暴涨 让他大赚了一笔 周大福心花怒放 自此对大仙深信不疑 言听计从 生意果然是蒸蒸日上 可自那之后 家中也白事不断 开始周大福也没多想 可后来接二连三的死人 他不由也心存疑虑 便在大仙排位前 焚香祷告 夜里做梦 却见大仙怒戎满面 对他道 这几人都是命数尽了 让他不要多疑 周大福心中惧怕 自此也不敢再以有他 直至天玄来之前 他正在房中祭拜 护听梁上有人急促道 你兄弟 现在带了一个妖道 前来与我为难 你千万不可让他们进屋 否则 你这千秋家业定然不保 将来家破人亡 钱财散尽 连我也忽悠不了你了 周大福一听大吉 这才在门外拼命阻拦 时至今日 他才如大梦初醒 心中不由后怕不已 拉着李道光的手 不住道谢 李道光笑道 兄长不必谢我 还是多谢一下天玄道长 周大福拍一拍额头道 我倒忘了这事了 吩咐下人将天玄道长请来 要厚礼相谢 不料 下人回报说 天玄道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周大福又命人背上一份厚礼 亲自送至明月观 可天玄却不见他 只命道同传话说 希望他多做善事 广积厚德 周大福唯为应允 无奈之下 只好打道回府 当晚便杀鸡宰阳 感谢李道光的救命之恩 兄弟二人把酒言欢 西中 李道光又频频叮嘱他 一定要发善心 做善事 千万不能为父不仁 周大福点头受教 第二日 李道光便收拾行囊 宠塔征城 周大福直送他至城外 才依依不舍地告辞 自此以后果然一心向善 富而仁义 在宝定颇有声誉 而李道光数年之后 便中了举人 官至三品 果然应了当年天玄道长之言 直至九十才无忌而终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